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肖慧文 一觉醒来的时候 突然披头四乐团从历史中消失 作为铁杆歌迷会怎么做呢 其实夏日清新浪漫电影 靠谱歌王 Yesterday就要在6月28号上映了 让您和主人公在离奇的经历中 要重温披头四的经典金曲 靠谱歌王并不是一部关于披头四的纪录片 而是一部关于追寻音乐梦想 寻找真爱的旅程 由心母许帕托扮演的杰克·玛丽克 是一个住在一座英国滨海小镇的 未成名创作歌手 虽然他的精美竹马好友艾莉 一直都在支持鼓励他 但是在他的音乐梦想就快要幻灭的时候 在一场神秘的全球大停电中 他发生了一起车祸 之后隔天醒来 竟然发现披头四四合唱团 从来没有存在过 作为披头四铁杆粉丝的杰克 在误打误撞的录音时音中 凭借着披头四的金曲一席成名 从此也开始了一个奇妙的旅程 在整个影片中 演员西姆徐帕托自弹自唱 演绎了别样的披头四金曲 他也在中天的独家采访中表示 为了这部影片 他做了十足的准备 作为音乐副主席 在音乐副主席中 在音乐副主席中的音乐副主席中的他 他做了十足的演员 我认为他有其他副主席 还有其他副主席 这部电影是由平民百万富翁导演 丹尼鲍伊打造的 这个善于刻画人物 表达细腻情感的导演 再次用他朴实的镜头 向观众微微到来一个 夏日的浪漫故事 本片将于6月28号在全媒上映 主题中望 海报报道